谢谢主席 在场的教育部官员 还有各国立大学的校长们 大家早 我想有请部长 部长请 陈委员早 部长早 我想今天是103年12月31日 也就是过了今天 我们就迎接了104年的来临 也借着今天各大学校长 来临临出席的这个机会 我想丢几个比较大的问题 大家一起来思考 当然在讨论之前 我想再呼吁一下 部长您要协助 那个美感教育计划得来不易 上次我们在现场 只有四位大学校长 知道有这个计划 那事实上很多学校都想参与 所以我觉得这个资讯跟机会 一定要提供 那另外在这里 也跟各位大学校长报告 我们那个客家文化研究 因为本期是客家人 所以我一上任的时候 其实在科技部跟中研院 都已经争取了很多的资源 有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案子 希望各大学校长回去 可以鼓励你们学校的 这个教师跟学生们 共同来 来协助我们客家文化建构 这样的一个体系 部长 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 想要一起来及时广义的事情 第一个我们的高教发展 这个广涩大学在当初 它是一个不得不然的一个作为 您同意吗 是 好但是呢 这个广涩大学这件事情 到了今天却成为我们大家认为 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最大的原因是 我们当时并没有去看到一个发展趋势 您认同吗 主要就是少子女化这个事情 我们没有注意到了 人口的下降这件事情 大家没有比较高的警觉 我想不只是人口政策 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国家的发展策略 其实也没有非常具体的拟定 我想在那个时代里头 我们没有去想到 全球的联动是那么样的紧密 而且快速 所以这一切都是 以前的一种下的一个原因 那但是现在我们来看待 已经产生的问题 以及之后我们在高教 这个政策拟定上面 我们一定要去避免重蹈覆车 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的国家发展的策略 跟世界全球的联动 是那么紧密的时候 我们的产业会怎么样去走向 然后我们的人口 现在虽然是少子女化 但是多少年之后 我们的人口会达到一个平衡的趋势呢 到那个时候 我们的大学的教育 我们的数量 是不是也应该要有所一个呼应呢 所以我觉得这种一种调控的机制 必须在我们今天 所有的教育政策上 就要一并去考量 不能因为现在人口少子女化之后 我们就全面的缩减 事实上我看到这个日本 他们在预估在2050年 他们还是处于在少子女的一个状态 从现在2014到2050 那么久的时间还是会少子女状态 可是过了那个2050之后 人口人数会反转 我觉得这个要去做一个学术上的研究 政策的原理 那么对于我们现在各界都非常在意的是 我们的退场基础是怎么样 事实上 这个我想在高教能够服务的教师 还有同仁 其实都是社会的精英 您认同吧 我认同 所以我认为大学的发展 最怕就是齐头平等 很多的人都会认为说为了公平 所以各学校的校长们 你在你这个院所里头 你都要是公平以对 但是我觉得 这个思维我们可能要重新检讨 因为一个学校它要有一个特色 它必须要去强化它自己的优势 如果它这个优势是可以去独步领先的 也就是符合我们现在教育部花了那么多钱 就是希望能够做一个顶尖大学 我们去看 全世界能够站在顶尖的 很少是综合性大学 它应该都是某个学院 它是特别的强 所以我觉得应该这个资源 在学校校务发展的时候 就应该去反映在你的这个资源分配上 齐头的平等不是不行 但是你做不出特色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校长 这是一个挑战 您如何在你的校务发展会里头 让全校的师生能够认同这样的一个办学方向 那部长您认为 这样子一个想法是不是应该是合理的 对我个人赞成 就是鼓励每一个学校去发展出自己的特色 那这个特色是唯一而不是第一 一直是我们希望能够去鼓励的 好那么对于现在我们面临说大学这个数量过多 学生招不满等等连顶尖大学都有43个系所 好就南逃这样的一个命运的时候也有人有建议 您看看是不是我们要对我们要辅导多余的剩余的教师人力资源 因为这些资源相当可贵 有人提出是不是可以成立类似像我们有退厨役官兵辅导机构 我们现在要不要来研议一个把这些人力资源把它统合起来 做一个有效的运用成立退厨役教师辅导机构 这个是一个想法 这是个想法 我觉得他应该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再去好好的思考 但是呢这也不外乎是一个方向 也就是说如果这些人力资源我们还可以再做充分的利用 你看看在日本他有第三支箭 每一支箭都是针对他的人力做最好的配置 然后能够回到这个社会的发展 产生新的那个经济价值或者是一个社会价值 对于这些人力我们现在我们的国际招生 我们的海外 其实我们的教育其实触角要延伸到海外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去成立一个海外的一个教育建设 如果这些人力这么优秀的老师 有人有这个意愿跟能力的话 他会是我们海外教育发展的一个力量 那对于不去海外在国内的人力呢 事实上我们现在也实验教育法也通过了 很多学校形态非学校形态的实验教育 小而美只要有个教育的理念 其实这些都有可能去发展它 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的基层文化工作 社会教育工作还有黄金志工等等 这些人力就是最好的社会力量 但是他们是志工 他的福利跟待遇如何去得到一个合理的一个回馈 我觉得这要设计 那更重要还有一点 我们如果要辅导他们离开学校 就像在座的你我都有可能是一个被辅导离开的一个 迟早的一个对象 我们心里准备好了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要从长记忆 要及早跟每一个教师大家一起来沟通 我们有很多的一个单位 他会因为社会的发展而有所调控 可是当我们会是其中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用非常理智 或者是用最好的方法使这些人力不要浪费 部长我觉得这是今天第一个要跟您交换的意见 那当然我想在座的校长们你们都有听到了 第二个我在想要讲的是 我们看看从产业面来看 2013年我们国贸局有显示 我们对外贸易总额第一名的伙伴是大陆 第二名是日本 第三名是美国 在这个同时期呢 我们对东协的贸易总额是914美元 对欧盟是491亿美元 对北美自由贸易区呢 总额是455亿 换句话说 东协是我国第二大的贸易伙伴 那这是从经贸的角度来看 我们的关系 那现在要从教育的角度来思考 您知道国中小就读我们的这个学校的学生里面 新住民子女的人数里头有百分之多少是东协人口吗 东协的 应该有百分之十 百分之六十 部长超过你想象 有百分之六十的新住民 就在新住民子女里面有百分之六十是东协的这个新住民 事实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国家跟东南亚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我们的产业经济都是越来越高 但是我们自己本身在东南亚方面的研究的人才 没有跟着同步去成长或重视 所以各大学里头除了政大有东南亚研究所 还有最近近南大学有成立东南亚学系以外 我们比起亚洲的各国在东南亚南境教育政策都慢了十几年 我现在讲这个重点就是说在大学退场机制之前 我们是不是有细所调控 我们的细所调控要去反映未来市场需求的这些人才的时候 东南亚研究会是一个主项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部长如果我们重视的话 其实我们的企业到越南去设厂 我们就不会遭受之前的排华运动 因为我们台湾的厂商在台湾找不到我们自己的职 就是我们的年轻人去为我们做一个管理阶层 所以大量聘用了大陆东南亚相关人才 可是他们的管理的方式跟社会的价值观念 是不符合我们的期待 所以造成排华运动 而最大的损伤就是我们自己 如果今天我们自己的人才 有这样的个供需的能力的时候 我们还要向对外去招聘大陆的这个毕业生吗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一味的去做退场 也不要去一窝蜂的设系 如果今天在座的国立大学 您的学校是有这样的个实力 不妨去调控一下 最后我要跟您交换是 我们的青年生活创意层 这件事情不晓得研究的怎么样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北部跟中部 这个宿舍问题是不足 部长请问您现在研究到如何 谢谢委员的提醒 就是有关于青年的居住问题 是现在大家所共同关心的 那部里已经成立了一个正式的 脸书的粉丝的业 我们希望在第一周 就是在到1月10号之前 我们可以广泛的收集意见 然后我们希望接下来能够办一个 网络的封闭论坛 然后形成更大的共识 我们预计在农历年前 会有一个正式的方案 报到这个行政院 好 部长我这里有几个问题 就是选址的原则 资金怎么挹注 申请的标准 以及我们租金会落点 在怎么样可负荷的情况之下 然后谁来负责 谁来监督 我们政府在这里办什么角色 这几件事情纳入思考 最后我还要呼吁 我们参考巴黎的国际大学城 他来他有每年有一万个床位 有百分之六十是国际 来自140国的国际大学 可是他这40个会馆 都各具各国的文化特色 我们朝这个方向去做 让这个我们本国的大学生 跟国际青年大学生 可以在这边交流 产生文化冲启之后 产生一个教室延伸之外的 学习场域 跟一个合作平台 好不好 谢谢委员的意见 好 谢谢主席 谢谢主席 谢谢主席